王毅景二三岁 贵州人 本科双学位 日本北陆大学 日语经营专业 尊敬的十二位boss 下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王毅景 今年二十三岁 今届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日本北陆大学经营系 本科双学位 在大学期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兼职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我想求的一份有关营销 管理培训生 或者是对老板认为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菲尔老师你好 非常喜欢你 菲尔老师你好 非常喜欢你 你手好冷啊 为什么这么冷啊 我就是有点紧张 不是 穿少了 你的体质怎么样我不清楚 如果我穿成这样 我一定会冰凉的 因为今天天气确实挺冷的 所以有的时候要风度 也要温度 来 你的推荐理由 这边理由易锦 市级三好学生 这个品学兼优 还有呢 在这个社会实践方面 她曾经跟一个女孩卖红酒在超市里面 卖到15万的销售额 再加上她在日本的这个留学的经历 也是学了企业管理和各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 所以她来应聘做营销类 尤其是偏向于网络营销 这样的一个初级岗位 我觉得完全适合 所以我推荐易锦 这是你迄今为止 说的最正常的一段推荐理由 对 再加上易锦还这么漂亮 是吧 还这么美丽 动人 动人 怎么去的日本 是当时学校有一个二加二的项目 然后经过考试面试 然后去就是交换去的 在日本这个教学方面和国内比起来 是严格一些呢 还是宽松一些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她的文化比较有差异 比如说日本的老师 有一次会把我就是带到办公室去聊一些 让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比较隐秘的话题 比如呢 男老师还是李老师 男老师 会聊你就是除了那个学习上面的 会聊你生活上面的一些感情经历 然后比如说你就是 the first night 然后这种 就会聊的 她会聊这个是吧 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她问的比较直接的时候 我就打太急 这是非常明显的性骚扰 因为她问到非常私密的女孩 非常私密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用言语上也是性骚扰 不光是肢体上的 如果下一次 你在一个企业里面 碰到了这种事情 你的老板 把你叫到办公室里面 问这些事情 你会怎么办 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会回答她 但是如果涉及到这方面的话 我就会说对不起 这个我不太信 要不要刘成华你演示一下 我看你到底怎么拒绝她的 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提醒你 这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这是一个职场的问题 因为你未来 想要从事的这个工作 也许会代表企业的利益 当面对你的利益 遭受到侵害的时候 你的底线是如何设防的 我们给新来的朋友一个机会 马瑞 你来扮演一个性骚扰的老板 不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 别说你的长相还蛮俊美的 有新闻性的派手 这么俊的老板 他就虫了 来委屈一下 我觉得这不是委屈 这是一种帮助 来吧 来吧 你 第一次什么时候啊 马总 您问的是什么第一次啊 你说呢 这个我也不好说 您还有其他事情吗 你现在单身吗 我现在啊 我现在您单身吗 一般正常女生来讲 如果我是一个男生 来骚扰你的话 我说小姐 怎么就像刚才那样子一样 你如果果断告诉我 滚开 或者说对不起 我不是那样 因为只要你果断的时候 其实老板 可能就不会再进行第二步了 一般老板进行第二步 一定是你给了一个暗示 或者你留 让他留了一点点幻想 但刚才你暴露出一个问题是 他完全没有主见 被马瑞带着在走 对不对 他直接说老板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走了就行了嘛 他的拒绝挺明显的 大家不要急 大家不要急 后面还有一些问题 稍等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回的国 我是今年的四月份回的国 找到了工作吗 找到了一份 干得很短的工作 什么工作 是一个地产公司的商务助理 就干了两三 不到一个星期 不到一个星期 为什么不干 就是因为我拒绝了 那个老板的欠规则 就是有一次 他就是跟他应酬完 喝醉了酒 然后呢 谁喝醉了 他喝醉了 然后他就他就说 就是意思就是让我跟着他 然后第二天的话 会给我签两个商铺 然后保证我的年收入 在五十万以上 然后就就会有一些 行为上的那个举止 我就说对不起老板 我说这份工作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我明天不会再来了 您另请高人 所以把这个问题问了以后 还是知道他的态度的 所以这个问题 咱们就翻过一页 不纠结了 你今天是来应聘 网络营销和管培生是吗 你有意向性企业没有 有 是函数 好总那里 还有吗 其他的带定呢 反而来做留学吧 这两字好嚣张 其他的带定 那你之前有了解过函数吗 之前有 就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然后刚才了解了一个案例 就是您函数BB霜的一个前台 现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变成函数的CEO 我觉得好厉害 这是一家神奇的企业 另外问一下 你用化妆品吗 我用 你用什么化妆品 你用BB霜吗 日本的 用面膜呢 日本的 都用日本货 因为在日本买的 以后请用国货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好 不做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毕竟我是想说 因为你刚才说了 你学过经营 你觉得在你学的经营的 这个学科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理论 以及你自身现在具备哪些能力 是你胜任营销这个工作的呢 我觉得我做营销的话 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我有比较强的目标感 就是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先去考虑结果 然后再去推过程 第二个就是我有比较强的 与人沟通的能力 就是我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去考虑问题 第三一点是我比较有责任感 一旦承诺的东西 我会尽我的权利去完成 您那么你在日本 学习了一段时间 也在日本打过工 从你来看 日本的企业在营销方面 有哪些实践 是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 我觉得我感受最深的 日本的一些 就是它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服务的精神 比如说日本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别人会给它跪下来 量一下它的身高 日式服务是吧 对对日式服务 它会跪式的 对 你把这种日式服务 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 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段东要买西服务 你过去跟他服务一下 快去吧 段总你好 能不能麻烦你稍微站起来一下 我为您量一下 您的那个尺寸可以吗 那就可以 我帮您量一下 然后这样 嘴边 嘴边抖 是这样的 那各位安检 您喜欢就是穿长一点呢 还是短一点呢 带走别发抖 我怎么拿抖 我喜欢刚好 不长不短 那您觉得现在 现在这个长度觉得怎么样 现在长度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 显得我腿长嘛 是 您本来就很帅了 你跪着服务 我就觉得 我想跪下的感觉 我是中国人不太习惯这个 你觉得 在日本买鞋的时候 还真就这样 对对对 我在国外买过裤子 我觉得 它的服务的节奏 包括它问题的话语 都非常的专业 非常好 谢谢您 谢谢 请坐 不过这个不是日本所有的服装店都这样 极少数 对 这并不是日本的普遍文化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说 你不只是学理论 可能有些案例分析什么之类的 有哪些典型企业做了些营销的东西 值得你借鉴 营销的东西 那这样 反过来问 什么样的营销案例 在你看来是不好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营销案例是不好的呀 就是你暂时接受不了 不好的都记不住了 这样子我可以插句话 其实我是觉得 大家没必要把 它的问题 一直要围绕着营销案例 因为现在你们并没有看到 它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 营销案例 它其实更重要是 你只要看到更多的 比如说网络上 其实是多渠道的 你只要把渠道弄清楚 没有 马瑞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因为它的求职方向 就是网络营销 但是刚才它上来的时候 当上来的时候 它说它想做函数 比比双 对于如果说 它在填写简历的时候 写下网络营销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说所谓的营销是什么概念 并且它学的是商科 基本的知识的储备 是应该够的 而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 包括从段东提出来的 第一个问题开始 它回答得非常非常的业余 所以我不得不怀惜 你的学习能力 一个知识的储备 其实我支持徐瑞的看法 你的回答的确令人 有点失望 答非所问 我这样子我想命一个题 很简单的一个题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是一场媒体的发布会 做一个大概简短 两分钟的演讲 或一到两分钟的演讲 我觉得在这之前 我真想打断一下 就是我们不要老是 去把人家的方向变调 就是同样是互联网营销 难道它其他的特质 除了这个本人的一个 性格或者说一个气质的特质 他以前的教育经历就没有帮助吗 他已经表述过了 他如果做面向日本的网络营销 是不是比很多的应届生都有优势 我们都没有把思路往这上面想 先让人家去做 你说的就是你期待的一个职位 没有 我是该拯救人大厂钱的 再怎么问满不满意 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既然在应聘的过程当中要填简历 既然简历当中有一栏 叫做你的求职意向 说明你慎重地对待了这一栏 使我们所有的招聘的指向 都往那个方向的情况之下 首先我们是要对这一栏负责的 如果这一栏你自己觉得 在考核过程之后 我觉得不行 你可以采用马瑞的建议 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既然有这么个走向和这么个规则 请大家尊重它 其实尊重所有人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问你 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 刚才的网络营销这个角度上来 挖掘你的能力 或者你自己阐述你的能力 我觉得我自己阐述一下我的能力吧 可能网络营销我不是很能胜任 现在要改掉意向了 对吧 就要把这个第一意向给否了 那接下来你想通往哪个方向呢 我想选择那个管理培训生 然后就是发现自己的一些特长和优点 来第二轮选择 去过来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他们最近的职位 刘顺华 华商之业 北京非公司给你的这个 岗位是管理培训生 有上线 有O2O的这个销售模式 好吗 好的 希望你能考虑 李俊元 听不顺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我们自己就有5%的日本客户 而且我们新一轮融资里面就有日本基金 我非常在乎的一点就是 你对日本有了解 而且你对那个东西有认可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认为你可以继续做互联网营销这件事情 我给的职位是这样的 陈浩 那我给你的就是我们加盟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达出方向是做招传连锁的经理 雄上纹 我们最近的职位就是来我们市场部做管理山 然后那时候你会直接回报给我 谢谢你 尹峰 你的气质很好 素质不错 我又很想珍惜你原来所学的专业 所以咖啡机给你的岗位是民意义项目的市场专业 谢谢 叶子龙 我给你的是我们总部的一个一份工作 是把你的日语的专长呢 跟你刚才那些服务结合起来 就是一个客服专员 专门服务我们的日本的患者 日本籍的患者 谢谢你 好 我给你的工作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客服专员 然后地点在上海 马瑞 几个职位可以供你选择 你的性格是非常温和的 就是你上来我就一直在关注到的 所以我一个岗位是行政专员 就是许多的行政专员 那第二个集团的岗位是客户执行 那主要沟 其实也主要是沟通 当你自己没有目标的时候 我相信私部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和方向 给陈多宇 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市场专员地点的展示在北京 你有出国到欧洲工作的机会 好好考虑一下灭掉其中的七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 请 欧总 非常感谢您 谢谢 你太怕了是吧 你好怕他灭你是吗 嗯 谢谢您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你公姐姐 谢谢你 加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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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您 陈总 谢谢 还要灭一盏 他还是比较犹豫的 他也灭了我 我别犹豫了 因为我这份工作特别适合你 谢谢叶总 有请齐聚员马瑞 谈情不相感情 好 五千五百元 六千五百元不加 来 有什么问题 两位老板 请问一下 我的那个职业晋升渠道是怎么样的 两位老板 一开始你会和整个市场部 我们叫做发展部一起工作 因为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可能考虑说 给日本这边单独放一块 那针对我们的晋升渠道其实很简单 这个六千五十底薪 我们的五险一斤和整个的住宿和吃全是免费的 你的职位随着你的薪酬都是不断在提高的 谢谢 谢谢你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 TeamVision 还有私部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 我选择 谢谢 再见 你尝试一下吧 我还怕我选 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他是没有明白这个感觉 因为结果他们给的都不是他想要的 小琪 我问你句真心话 如果台下他找你还想去你同不同意 同意啊 你说话算话 不太这么聊的 拒绝了就拒绝了 这个舞台的规矩是这样的 没关系 在舞台下可以聊吗 这个谁也控制不了 舞台上做什么都要符合规刺 舞台下你们怎么聊 我也拦不住 但是我就不明白 你作为一个推荐人 你居然说出这样无知的话 你说既然你没明白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什么叫随便选一个 他要他做出的选择 他就一定要负责 他没搞清楚 他宁愿不选择 这才叫负责任 为对他人负责 对自己也负责 他开始就晕菜了 所以他最后能够刹车 踩刹车说 我不随便选 不管是从在最开始的 所谓我们讨论的 潜规则也好 还是对于工作的谨慎也好 我都觉得他不错 好吧 祝你一路顺服 谢谢葳老师 再见